因为不能买新电脑就要寻短 在基隆有名高中生 几天前跟妈妈吵着要买电脑 被妈妈拒绝 没想到哈欠闹脾气 冲到马路中央要寻短 小课车驾驶紧急刹车 差点发生车祸 全身黑衣的男同学站在马路正中间 来往的车辆从身边呼啸而过 现象还生 警察看来和男同学努力沟通 强行把他拉往路边 没想到男学生看见妈妈 情绪激动又往马路中间跑 吓得迎面而来的驾驶 立刻紧急刹车 原来他是一名高中生 疑似在学校补善交际 喜欢窝在家里打电动 因为电脑常常故障 不停吵着要妈妈买新的给他 想买电脑却被拒绝 15号当天他就气得 站在滨海公路双向道上 威胁要轻声 那该民众对我们同仁 大声的咆哮 而且阻止我们的接近 那本主同仁见状 立即上前 抱住他安抚 把他移植到路旁 碰到买电脑就闹脾气要轻声 还让妈妈担心焦虑 虽然没有发生意外 但真的是太不应该 传统新新闻李怡婷 基隆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